我之前跟你说过 撒放的时候 从手指到手背 都应该处于自然放松的状态 你这是什么 记转了吗 不是教练 那我就受不准了 就这样的破基本功 还当队长 就远都给滚回家去了 你差不得 差不多 兄弟 差得老眼了 你差不得 我要你坚持的 坚持设计 坚持做队长 坚持做队里的表率 教练 你说练了这么久 还是看不到长期 那个许芳芳不是跟你是老乡吗 她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 其实她平时挺努力的 今天她都练到最后一个才走 她们只是练而已 但是她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而练 我是运动员初晨 她们这个时期想什么 我太清楚了 爸妈给报告班 有特长了 项目叫设计 对吧 有学上了 该吃饭了 该训练了 教练说什么 她们听一下 我不说的话 她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浪费时间哪 你出去问问她们 她们因为设计是给我设的 你知道吗 好像 是您说的这么回事吗 太可惜 太浪费时间了 最好的时间错过了 往后一看 全是眼泪后悔了 可能训练的时候是这么回事 但是如果有场比赛 我想她们一定能兴奋起来 好主意啊 就是 以赛带练 激发她们的积极性 也能让她们产生压力 而且能够发现 比赛当中她们的不足 嗯 行啊 我真没找错你 行 我马上去练了这个事 太棒了 嗯 真没人跟我玩了 嗯 这么认真 还真是个许法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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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